为了弘扬振兴佛法 兼引大众皈依三宝 诚心学习佛陀的慈悲与智慧 法谷山于4月17号上午在农坛寺 举行祈福皈依大典 由方丈和尚古东法师 亲授三皈五戒 现场超过一千多位的民众受见归衣 法会气氛庄严殊胜 感染了在场每一位参加归衣典礼的民众 每一个人的神情各个充满了自在与喜悦 而整个典礼一成 也就在这一片温暖祥和的法洗中圆满完成 归第三宝 一定要从法身祭祝 只归一佛不归一法不归一身 这是一种盲目的崇拜信仰 只归一法不归一佛不归一身 就像一般写者只是在研究学问 而跟信仰没关系 没有关系 那只归一身不归一佛不归一法 就像一般一样 可能在论一户一爹 在拜楼后大根 但对一礼的教导 所以三宝要祭祝才算是整体的佛建 为了让新进佛门的民众能够更进一步了解 以及参与法国山的各项修行活动 典礼现场规划有各会团的服务摊位 希望借由各项会团服务以及禅修活动 例如禅座会念佛会 以及义工相关活动等等 让归一弟子都能够获得佛法的书役 并且逐渐走上离苦得乐的解脱之道 成修我们是从做巴士洞产开始 那巴士洞产我们的心法是 身在哪里心在哪里 清楚放松全身放松 当你整个巴士洞产做完的时候 你可以身心非常的轻松自在 然后再来参加我们的禅修打坐 这个整个过程呢可以让你身心平衡 不管你是像我们的义工团有接待 有护勤有圆艺有插花有相机有交通 还有场地的布置 所以大概有十几种大家来参加义工团 你会发现在坐的中间是会增加了很多 其实对人生的体验对你的生活态度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会发现真的会发现自己不一样了 每一年法谷山都会定期举办祈福皈依大典 让更多的民众借由皈依佛法森三宝 来亲近佛法宝山 用亲身的体验感受 来蒙发自己内心的智慧与佛陀的慈悲 我们是来自台中那个杀戮 因为我们是刚好 我舅舅是华谷山的那个讲师 我们刚好今天有这个机缘 所以我们就整个家族一起过来皈依 那我们年纪 今天年纪最小皈依的是 一年级小朋友九岁 最大是我妈妈 今年七十二岁 皈依之后应该就会让自己的 不管坐卧起行 就是都会有一个规范吧 那你就会引以为戒 就像有首五戒不杀身 不淫道 不妄语等等 让自己心中就有一把尺 不会让自己有犯错的一个规戒这样子 授持三规五戒之后 每一位新生的菩提总子 将带着感恩与慈悲的心 修持正信佛法 并且将法果身的精神 永续的传递下去